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四年的时间 这个计划来到最终章了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社长 在棚内做最后的对决 首先我们欢迎斗点文创的陈夏敏 夏敏你好 慧玲好 大家好 还有艺人出版社的刘继 刘继你好 慧玲好 大家好 我们之前其实说 最终章是夏敏要翻太阳依旧升起 然后刘继翻夜未央 所以这是日夜大对决 对 我们先回 对 要杀的日月无光 我们先来回说一下 当初是为什么要发起 这个五夜巴黎计划好不好 当初是我跟刘继 我们都看了 吴迪亚伦的五夜巴黎这部电影 那其实看完会有很多的感觉 一方面我觉得最大的震撼是 我们重新认识了 海明威跟飞子解罗 因为我们以往在台湾拿到的书 印象都会觉得 他们已经是比较老的人物了 对 那但你在那个电影里面 看到他们这么年轻的样貌 然后就是好像小宇宙正在爆发的状态 所以看了就会很有感觉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 就是要来做五夜巴黎计划 对 那这样的话 变成我翻译海明威 他翻译飞子解罗 然后我们同时又是编辑 然后又是出版者 所以我们也好像也开始跟 海明威跟飞子解罗一样 有了很多层次的PK 所以你们两个也是好朋友 也是敌人吗 是啊 其实出版 所以我们现在坐这么远 都是竞争对手 中间有一道红沟 对 有一个红沟在这里 所以你们两个会彼此 较劲一下翻译的进度吗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还没翻完 对不对 最后这一本 对 目前还在赶工中 可不可以讲一下 一开始每次都是互相 对 就跟对方比翻译进度 真的 对啊 一开始我先开始 每次都我先开始 但是我的进度会比较慢 对 但我会一直 就跟他说我已经开始了 对 你就吹他这样 他就会紧张 然后就会燃烧小宇宙 对 爆发 对 最后猛力冲刺 那我就会比他早翻完 所以现在两位 我们现在时间是 三月中下旬 对 两位翻译的进度是 其实都剩下最后那一部分了 对 可是你也知道 这爬山爬到最后面 对 你要登顶 最后面的这个地方 你就会永远爬不上去 对 所以两位 可不可以各自跟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 你们手上翻译的这几本书 我们一开始做的前两部曲 都是短篇嘛 对 都是我们自己选的短篇选集 那后来就决定 应该 他们两个都有长篇的代表作 应该要做个长篇的 对 那我的选 我的选择比较简单 废纸球的长篇就四本还五本 对 那《大阳小传》大家都知道了 已经太多人翻了 对 台湾也有很多版本 另外一个有名的就是叶未央 叶未央有一阵子 大概几十年没有人翻过了 没有重新翻过了 所以我就说 好 做这个应该蛮有趣的 对 那《太阳依旧生息》也是啊 大家都知道这本书 但是其实市面上没有很好找 很少 没错 翻的也不多 多数 你一样提到海明威 在台湾你还是会出现老人与海 对 那其他的作品就很少 所以我自己在 那时候在看 其实我本来就很想要挑战这本书 因为先前 豆典这边的话 第一本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一样就是精选 那在第二本是我们的时代 就是它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 所以那我就想说 那接下来 其实刚好就可以按照它的 出版的那个年份 然后慢慢的去安排它的 作品的翻译 所以刚好下一本就是 就是《太阳依旧生起》 这本是海明威的第一本长篇 算是它的处女作 对 让它一鸣惊人 对 叶卫阳反而是《废之杰罗》最后一本 最后一本 最后一本完成的长篇小说 完整的 它最后有一本 最后大亨 但是没有完成 这本是它最后完成的 长篇 算是它移作的 叶卫阳出的时候 《废之杰罗》的声势如何 它其实跟海明威是相反 就是它声势 它第一本书就大长销 然后大红 然后之后每一本就是每下预矿 就一直掉下去 对 叶卫阳那时候 叶卫阳有让它拉上来吗 没有耶 反正是更惨 它那时候销量好像是 它所有书里面卖最惨的 但是它花最多心血去写 所以它蛮失望的 然后那时候它已经 染上酗酒的问题 对啊 很严重了 然后在欧洲又过着 花天酒地的生活 它在美国文坛的名声 已经是不怎么样了 声名狼家 反正就是海明威那时候是 完全不同 当红炸子鸡 就是两个人是一个命运的交叉 对啊 一个往下一个往下 黄金交叉 所以它写一位一样说 一直希望 它最希望得到的是 海明威的赞许 海明威有吗 那时候对费之杰罗这本书 其实海明威它一直都会关注它 而且其实它对于它的作品 其实多半都是 持正面的评价 只是 海明威这个人 他是很少会去公开去称赞别人 他会比较在意别人怎么称赞他 对 但他很少会去称赞别人 即便对于费之杰罗 这个超级好朋友 甚至你看他在流动的响宴里面 你就知道他对于费之杰罗多残酷 对 那时候费之杰罗 叶文洋写好就寄给他 然后一直希望得到他的回音 他一直没有回 一直没有回 对 好像有一阵子一直没回 然后后来回了 回一个魔灵两可的评论 就说我有一点喜欢 又有一点不喜欢 然后就开始数落里面的缺点 后来就是费之杰罗对他们 就对他这封来信还蛮失望的 耿耿于话 但后来费之杰罗死了之后 海明威又写信给他的编辑说 越不像这本书 我是越看越觉得好 但是那时候费之杰罗已经听不到 对 对 五夜巴黎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三部了 所以前面两部 两位社长有稍微私底下 比较一下书的销量吗 这当然要比较 这是PK的重点 对 但是一直都是海明威比较好 一直获失 好一点点吗 还是好很多 差不多啦 差不多 但是就是好一些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去看那个调查的数据 对 然后发现说 同时买这两本 同时买海明威跟费之杰罗的书的人 很多 就占了我们所有销售量里面 可能占了十之八九 他们真的会对照阅读对不对 对 到书店的时候拿起来海明威就觉得 对费之杰罗很不好意思 也把他领走 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然后因为详细的数字 你就可能要跟网路书店去讨论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讨论过 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没有想到说 这个企划真的引起了大家 对于这两位经典作者的兴趣 对 尤其是也对他们两位私底下的交情 两个人的爱恨情仇很有 很有话题其实 对 他对文学非常坚持 就义温洋其实算是他最 我觉得是他最棒的小说 应该是算是他花了最多心血的作品 然后你可以从中看到他对这个世界 对这人是有一种爱 跟我们分别谈一谈 你们有在翻译上碰到什么比较大的困难吗 刘继听说受了很多折磨 对啊 费之杰罗就是喜欢 他的文字就是喜欢折磨人 对翻译来说啦 就他的文句会非常复杂 然后他用字会非常难 很华丽 对 他就是要一直用很多细节 然后去营造一个华丽的世界 那我们请刘继帮我们念一段好不好 到底有多难 他描写最多的就是 那个开派对啊 他最喜欢开派对 所以他这书里面当然也有些派对的场面 我就念一段他描写他开的宴会的场面 好 比如说 夜空中萤火虫飞舞 悬崖某个低远处的沿架传来狗的沸身 餐桌好是机械活动舞台般 朝天空略为台声 让围绕桌旁的人们有种一世独立 共同置身于苍茫宇宙的感觉 靠着桌上仅存的食物果腹 依着眼前遗留的灯火取暖 麦奇斯科太太压着嗓子的一声怪笑 也仿佛是个信号 提醒着他们以然与世隔绝 大夫夫妇突然间开始热情洋溢 笑颜除开 好像是要弥补这些以敬想尊崇 备受礼遇的宾客 减缓他们对远抛深厚的故土或许还有些的怀念 其实应该大家都听不懂我在念什么 因为太复杂了 可能他的文字就是要慢慢读慢慢品味 对啊 光听可能听不太出来 而且我念的是我翻译的中文 如果你就看英文原版 应该是更有味道而且更复杂 对 夏米好像比较轻松一点嘛 因为海明威的文句都非常简单 连接词又很多 翻起来很轻松这样子 海明威跟《费之久》的那个文风真的完全相反 就是海明威她希望就是能够写多 用越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意义是最重要的 所以她就有那冰山理论嘛 那其实在翻译海明威的作品的时候 有两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她的句子真的太短 那有时候句子太短又 英文读起来很简单可是很有节奏感 那这时候中文的话 如果我直接按照她的所有的连接词 and then and then 这些全部都翻出来 然而然而然而的时候 中文的读者对于这个样的句型 不一定会喜欢 所以可能我得要再重新思考就是 我得透过标点符号 我得透过省略主词的方式 或是一些其他的小的细节 去调到说让句子虽然很短 可是她在读起来的时候 可以维持某一种节奏感 原有的韵律还要存在 因为我觉得翻译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它一定会多或者是少 但这个就是策略问题 另一个比较难的就是 海明威她是运动剑这样 她说里面 我们的时代里面有滑雪钓鱼 然后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运动 其实我根本就不会的 而且太阳依旧升起里面还有逗牛 对 那个逗牛的场景 还有她在描述那些嘉年华的那些场景 其实这对我来讲都是很陌生的 所以夏明怎么办 现在变成台湾的逗牛专家了吗 几乎没有啦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处就是说 透过YouTube 透过Google的图片搜寻 对 所以你就可以重新建立起那个场景的样貌 所以有些时候像我还记得最深刻是我在翻译 一个滑雪 我们的时代那一本里面有滑雪 在讲滑雪的 那那个术语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对应的中文 可是我也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对 所以我就刚好上网去看YouTube 有人在教耶 有人有那个滑雪教学你知道 是 然后她 所以真的就有那个术语 对 她一样就是英文在介绍 但是我就可以看着她的脚 就是她的脚是怎么动的 所以我就画 我就跟着画 把那个动作画出来 然后再用白描的方式去讲这个术语 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嘛 好认真的翻译者 因为她这个术语本来就不存在在中文里面 要去散滑雪的 如果我有钱的话 那也可以 所以请大家多买海绵味 就是说 你有时候在翻译过程当中 那个术语之间 因为台湾本来就没有 所以你帮她创一个 你还是得要再有注释进来 那很麻烦 所以我就直接用 去分解她的那个动作 所以把她的这个动作 就用白描的方式写在这个 翻译在这个文本里面 对 是蛮好玩的啦 可是我相信 其实就像我们读者 我们读海绵味或废致结罗 可能是读一遍两遍 但是对翻译者来说 应该是另外一番的感受 感觉上有一点像是跨越时空 跟那个当时的这位作者 做心灵的交流嘛 因为翻译其实真的是一件 很辛苦又很漫长的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两位觉得你们现在跟废致结罗 跟海绵味的关系是什么 你爱废致结罗吗 应该算是越来越爱吧 就一开始没有 只读过《大汉小传》的话 大概就知道 哇 她是一个很厉害的作家 很经典 大家都要读一遍才新的 对 每个人书架上都要有这本书 对 她的风格大概就是那样 但是后来就是这几年下来 一直翻译她的东西就觉得 她有她过人的坚持之处 她对文学非常坚持 然后她有非常强烈的温柔的包容心 就对整个世界 哦 怎么说 尤其在我翻译完《易未央》之后 就觉得 哇 《易未央》其实算她最 我觉得是她最棒的小说 虽然《大汉小传》是一个完美的经典 就是几乎没有瑕疵 就是一个成品 但《易未央》是 应该算是她花了最多心血的作品 然后你可以从中看到她 对这个世界 对这人是有一种爱 就里面的主角是 她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公子一样的 然后充满才华的年轻人 但她逐渐堕落 但她为什么会堕落 是因为她要 她爱的人 还有她身边的人 一直要求她付出 搞得她最后内在呢 慢慢的连同跟着这个世界 一直腐化下去 大概是这样 但是她一直都无怨无悔 就是大概内在精神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作家本身是对 虽然她自己本身有那么多问题 她酗酒啊 她欠债啊 写作又是断断续续啊 骗钱的短片 但是她一直都抱着一种信念 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非常热爱的 然后我对身边的人 是充满了关怀的 对 那不管我再怎么样 有缺陷堕落下去 我都要无止境地付出 而且其实她对海明威 真的是人至义尽的好朋友 对对对 她有形容她自己算是一个 宗教像牧师一样的人物啦 所以她的主角啊 或者是她本人都是类似这种 带有某种宗教情怀的人 奉献情怀的人 那所以她最后的下场也更令人唏嘘啊 就是年纪尽心就过世了 没有办法完成她最好的东西 最后的大亨 对啊 她身边的人最后也都 没有什么好下场 真的 对啊 所以是一个悲剧 但是她一直坚持她的理念 是蛮令人敬佩的 嗯 那夏明呢 夏明觉得也喜欢海明威的人跟作品吗 慢慢的会 一开始的确就是单独去研究她的作品 然后会觉得说 哇 她很厉害 在这边埋了什么 在这边埋了什么 一些技术 或者是一些伏笔 但是在翻译久了之后 当然你在查资料的过程 或是你在透过那些角色的对话 你会慢慢理解说这个角色 这个作者心里面有某一些状态 那个气氛就会跑出来 嗯 例如说里面可能有两个人在对话 但你看得出来 其实那个一个是她表面的自己 很拘谨的 是 另一个就是她那个很放肆的 想要一直喝醉酒乱讲话 讲很多垃圾话的她 嗯 所以你在翻译她的这个作品 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理解那个海明威 内心的矛盾 内心跟外在 她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外在她想要很man 然后很让人家知道说她是一个明星 因为她是记者 她很清楚大家爱看什么 但是她的内在其实非常的脆弱 而且她有很多的小小的 她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小小的问题 其实都没有办法获得解决 所以你在她的作品里面 随着你读的她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会理解到这个人其实过得很痛苦 可是她的这种痛苦 也会对应到我们现在的人的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这个所谓的自媒体嘛 就是脸书上 我们都要po什么样的照片出去 我们都要给人家看到怎样的形象 可是我们心里面 反而不一定能够像外面这么阳光 没错 那之间的这个拉扯 其实当你回来看海明威的作品 你或许会得到一点抚慰 所以我自己是因为这样就很喜欢海明威 我们这几年下来都越来越了解 这两个作家的问题 对 缺点 然后就慢慢变亲人 因为太靠近了 对 所以你就会越来越爱她 因为就像亲人一样 对 你知道她有很多缺陷 但是你没办法恨她 对 就是要包容 那我会告诉她 我会偷偷写纸条 就是寄给她 然后跟她说 记得寻找帮助 这好像给什么精神病 没有 她后来的确也有 因为她太Man了 想要冰出那样的形象 但始终无法走出去寻求协助 但这是一个出自于粉丝的心情 就是你可以去寻求帮助 是 听说两位其实真的还蛮入戏 今年的国际书展 你们还把那个书展的现场 搞了一个独自小酒馆 是向那个时代致敬吗 对啊 我们就一直想要弄出一个沙龙 刚好书展就是最好的机会 是 然后今年又是最后晚节篇 就想说好来 多花一点钱 让那个装潢就回到复古的巴黎年代 可我们描述一下 你们在那个书展现场 把你们的摊位做成什么 就是一个小酒馆 有个吧台 然后还有 还有个酒柜 真的可以喝酒吗 真的 那个酒是可以拿来喝的 有些有真真假假啦 你假乱真 有些里面是放Devi 但有些是真的酒 对 然后还有很多好朋友 出版界的或文人 就会自动送酒过来 看我们这支酒馆 我寄放你在你这里 对 都不会拿回去 有一天晚上还开了一个小小趴吗 就是五夜巴黎的沙龙 周末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就弄一个五夜巴黎时间 派对时间 就是要想要呈现那个时代沙龙的气氛 然后大家就是一人拿一杯酒 然后可以慢慢随性的聊天 然后我们像主持人一样 介绍大家谁是谁 谁是谁 互相认识 只差没有音乐演出啦 因为音乐演出就会被嗶嗶 太吵了 太大声 钢琴也搬不进 对 打算五夜巴黎计划 还会再继续下去吗 四年了嘛对不对 对 从第一部分到现在 就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花了四年的时间 对 但目前是没有计划 对 因为这个也蛮累的 很累真的有点可怕 因为它其实就出版的计划来讲 翻译本身它会花掉我们很多的时间 是 那再来比较困难的部分是 它的背后的行销的结构 因为它的背后行销 因为我们现在要加入另一个出版社 南方家园 所以说当我们三个出版社 在讨论一些行销案的时候 其实它背后要处理的那些行政的事情 还有跟各个通路讨论的 那有点太复杂 对 好 我刚刚其实对于两位 分别讲大作家 你们对他们的情感 我觉得还蛮动容 你们翻到这本书的时候 《午夜梦回》有什么话 想要分别跟这两位作家讲吗 我没有这个资格跟他讲 对啊 讲完哪里也唱出来 或者是说 有什么话想要跟读者说吗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 可以对韩明威讲一句话 对 那我会告诉他 我会偷偷写纸条 就是寄给他 然后跟他说 记得寻找帮助 这好像给什么精神病患的朋友 他后来的确也有啦 因为他太Man了 想要递出那样的形象 但始终无法走出去寻求协助 但这是一个出自于粉丝的心情 就是你可以去寻求帮助这样子 刘继真的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废茲解罗说的 我应该会希望他们坐下来 就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吧 然后看废茲解罗跟海明威斗嘴 比较有趣 废茲解罗大概就一直闭嘴吧 对啊 就一直生气 没有其实废茲解罗蛮爱讲 应该是他会 因为他是老 算是有点长辈 然后会教海明威一些事情 然后海明威应该不理他 对 就一直说去死吧 对啊 应该会蛮有趣的 这是难得的机会 可以同时用心体会 废茲解罗的海明威斗嘴 通常我们之前都是分开来读的 对 很少人会把他们拿出来 就是放在一起读 是 因为他们两个风格完全差距太远 对 那这是很难的机会 可以同时互相对照 两种同一个时间存在于世界上 而且完全相反的风格 然后完全相反的个性 而且这两本长篇小说 刚好都是爱情小说 对 也是完全不同的爱情观 对 然后 对啊 走向也完全不同 对 艺术的风格也完全不同 所以 可以互相对照 然后可以 如果这位喜欢哪一个风格 你就可以用心慢慢体会 里面他们的 他们为什么会经典 然后会读到之处在哪边 可以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翻译 我们当然有 我们自己的体会 但是读着也可以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那么快速 要慢慢下来读 像一位一样有快二十万字 这种长篇小说不容易 那如果有这个机会慢慢的读 会有 应该会有蛮多体会的 夏明呢 我觉得刘继投已经讲得很好了 但真的就是 有时候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 可能就 你可以完全忘记说这作者是谁 对啊 因为其实只有在这个状况下 你才可以很专心的进入故事 而不会被外在的刻板印象牵的笔子走 对 好 我记得夏明之前有跟我说 虽然太阳依旧升起很厚 但是即便作为一个爱情小说本身都是非常好看的 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读的小说 但是你当然还可以再深层进去看它的内在 对 因为它书名应该叫做爱上不该爱的人 就是那种总裁系列的什么 应该是学那个八点党本土剧的学籍 对啊 但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看的小说 就是说你在看的过程当中 然后但这两本其实都是 表面上都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但其实骨子里面 这两位作者其实在讨论的绝对是超过爱情 对 对就看你能够读到哪一个层级这样子 好 我们之后还会再邀请夏明来跟我们好好讲一下 太阳依旧升起 也会请刘继跟我们谈业味一样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